當然剛剛我講的三位江振市長也只有羅市長登記一號 在我們頭份選市長 那我們也給羅市長加油打氣好不好 選舉選到現在 我要跟大家報告 每一場政見發寶會下來 當然我都有調整有改進 可是我今天又看到我們國民黨的陣營 還是強調SARS飛機 我要告訴大家SARS絕對是真金白銀 我想副前現場應該是停留在他那個時代 他沒有跟著時間進步 他那個時代也許金銀SARS的人要送錢 可是我跟大家保證從劉正宏縣長 從喜耀昌縣長SARS一毛錢不用付 付錢只有付給縣政府 這個叫做採受分離 我現在在這裡要跟大家報告 習近平已經把他停止了 是他申訴中央民進黨的法國署 揪正苗栗縣政府才有第二次的試操作 所以民進黨做賊喊抓賊對不對 對 賊也是他 好的也是他 然後怪別人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這個是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選舉本來是不應該造謠抹黑 應該就是認識 候選人 大家比比正見 才是最正確的方法 可是我們看到其他的陣營 不但不提政見 完全就是做人生的攻擊 這個讓人非常的不舒服 尤其民進黨 選權說謙卑 謙卑再謙卑 當選以後 有謙卑嗎 沒有 只有壓霸 壓霸壓霸再壓霸 老實說我們看看立法院 我印象最深刻 蘇貞昌回答我們省智慧立法委員 什麼叫做四維八德 你認為他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 他說四維是 是一杯瓦牛 他說八德在桃園市 他是瞧不起立法委員 你是一個堂堂行政院的院長 你接受立法委員的監督質詢 是偏執 他竟然可以開這種玩笑 我想這個就是執政的野蠻 執政的傲慢 我們再看看 去年疫情很緊張的時候 他為了 為了 為了 高端 竟然 不顧百姓的生命 就是故意不買疫苗 真的是可惡到了極點 所以我們一定要下架民進黨好不好 好 恭喜在這邊要跟大家報告 我想我們前縣長謝金丁 他講了三句話 讓我敬意留心 他說從政 就是要把道德留給子孫 所以習縣長跟超平委員也跟我講 我們一定要非常的注重教育 教育這一塊 東京也非常的信心 我會跟兩位老大哥好好學習 把苗栗的教育環境做得更好 他說要把建設留給家鄉 其實習縣長已經規劃了很多建設 東京一定會按照穩健的甲步 不被載留子孫 一一來實現 第三 他說要把民生留給自己 我想 這是我們台上 還有台下 所有從政的好朋友 都應該要把民生留給自己 這樣好吧 今天晚上我想我就把這三句話送給我們 習耀昌縣長賢剛力好不好 好 東京一定會永遠顧及我們苗栗相親的利益 我不像其他的候選人還有其他的考量 如果要講黑金 有一個人說他的戶頭剩下沒有幾萬 後面辦那麼多大型的造勢 甚至我看到電視廣告 他的量是我的三倍 我不知道那個錢是誰付 講不出來這個才叫黑金 中東景的金流清清楚楚 沒有一點黑金 所以請各位鄉親放心 拜託大家 11月26號一定要出來投票好嗎 好 讓我們一起打贏這一下 支持一號中東景好嗎 好 一定要麻煩各位鄉親除了支持以外 還要還要告訴你的隔壁銀金 親親朋友甚至幫東景打打電話 讓我們在11月26號的傍晚6點 我們一起來慶祝當選好不好 好 最後就祝福今天有參選11月26號 可以跟有參選的好朋友 在11月26號跟東景一樣 大家一起高票當選 同時也要祝福 今天在場的各位貴賓好朋友 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好麻煩大家再安定一下好嗎 我想請我的婦人幫我講幾句話好嗎 謝謝 我們歡迎美琦 美琦進行加油 謝謝台上所有的長兵朋友們 然後更感謝所有的鄉親 因為下雨了 然後天也黑了 美琦不捨得大家坐在這裡 我只想跟大家報告 就是很多人說 東景娶了一個好老婆 但是我要大聲的告訴大家 其實是美琦嫁了一個好老婆 所以我敢跟大家講 你們的選擇絕對是最正確的 沒錯 1號現場登記人中東景 絕對是最優質的 請大家告訴大家 真的11月26日就一定要讓1號的中東景當選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 一切美好 謝謝 我先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